好 U15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已经内置了Quickset Bridge 这是MaxScan公司提供的一个超级庞大的素材库 大家如果之前有做3D的话 一定了解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已经将整个地球扫描了一遍 所以它提供了一些非常写实 非常真实很细腻的一些模型和材质 而且现在U15把它给直接内嵌到 里面可以免费来使用 只要你注册一个账号就行了 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 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会需要输入一个用户名的密码 登录一下 之后我们再看一下Environment 因为我们现在想改善一下洞穴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里面的素材 找到Natural 找到一些石头 比如说我们的Limstone Limstone 好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提供非常高级 非常细腻的材质 然后包括模型 我们可以下载一些 第一次下载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你会有个Sign Up 你需要登录一下 登录以后你只要可以用你的U1的账号 Epic账号就可以下载了 在载的时候注意选择Nanet Nanet 就是UE5特有一个超级强大的功能 它可以实时渲染上把意面 就普通的显卡 比如说2060都可以带得动 非常强大 那Nanet就是一个叫做虚拟几何体的一种技术 好 我们把选择Nanet 然后选择下载之后 你就可以将这一个模型加进去了 我们点一下 add 然后 就可以看到这一边 你就已经有了 看到没有 Megascans 3D assets Carrie Cliff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方式 来拖入到你的场景中 好 当然这个 你还可以继续下载更多 这个地方 我们导入的时候 你会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它都是非常非常高模的 一个文件 这一个模型 可能有将近一个G 应该有一个G 好 导入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 好 你可以用这些素材 来稍微修改一下 你的这个场景 让这个场景 变得更加的 帅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演示 下着一个材质 一样的 有一些 这个地方还需要说明 地方就是 说明一下就是 有一些材质 它材质是没有那个Nanet 但是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 high quality 不用最高 最高 可能到8K 8K 就会有点带不动了 另外还有一些材质 它还有一些这个模型 它没有Nanet 没有Nanet 暂时可以不用 或者你要用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medium quality quality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bridge的使用 里面大量大量的支援 你可以 你可以断的 把它慢慢的收集下来 下载下来 包括植物啊 包括建筑啊 然后还有一些教程方面的东西 整个环境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